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华联中南区3月份农产产销盛会也将陆续登场 首先是瑞香农会和台湾文旦佑产区 共同推广的全国追花 又花追香路跑赛 20号要在鹤岗文旦佑园区举行 农会总監事黄胜黄也现刊了路跑动线还有花矿 广邀大家一起来参加 顺着鹤岗文旦佑专区的农路完颜而上 两旁农地的文丹佑树梢上白色佑花朵朵绽放 宛如白雪般点缀绿叶间 一下车立刻被文丹佑花淡雅清香的香气包围 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这些乡的文丹佑花 目前已经绽放大约有四成左右 整个花期大概会维持到清明节 这次的佑花的活动 在各个单位的协助之下 非常的精彩 春暖花开 随着气温逐渐上升 瑞瑞香超过600公顷面积的文丹佑圆 文丹佑花也逐渐盛开 似乎也预告今年8月中秋 文丹品质产量绝佳 不论地方公所 农会 还是县政府 也都提早规划完成 文丹佑产销推广活动 从3月17开始 就有一些系列的活动 包含我们这个 相公所的这个部落小旅行 那3月19也有我们 县政府主办的这个佑花剑走 那一直到3月20号 由我们这个瑞香农会所主办的这个佑花路跑 那我们结成的欢迎大家 在这段期间一起到瑞瑞来赏花 尤其瑞瑞香农会和台湾文丹策略联盟结合 从去年开始串联全台各地的文丹佑产区 办理推广全国追花 而瑞瑞场次即将在3月20号早上6点 在赫冈国小明强开跑 那我们这次瑞瑞所办理的这个佑花路跑的活动 总共有分为6公里 12公里跟21公里的这个项目 那如果你没有报名到的话 我们也结成的欢迎您当天6点30分 可以到我们的赫冈国小来一起参与活动 那参与我们的路跑 也顺便来体验我们整个农特产品的一个展售 那品名我们好喝的这个佑花茶 分6K乐跑组 12K的剑跑组 以及挑战组半马21K的瑞瑞香佑花路跑赛 20号明强开跑 夜市瑞瑞香农会 今年度文丹佑促销工作同步启动开跑 活动当天除了有路跑赛 现场也会有各式农特产品的展示展售 农产体验DIY 节目表演以及摸彩等等 而全乡文丹佑花陆续开花 目前花矿将仅适成左右 20号当天的路跑赛 佑花正怒放 总教师黄宋黄也祝福每位路跑好手 都能在佑花淡雅清香的空气中 创下夹击 记者是预兰瑞瑞瑟采访报道